川席会6号到7号将在美国佛州登场 美国总统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会面 预料将讨论全球区域和双边议题 是否论及台湾议题也备受关注 驻美代表高硕泰表示 过去已经透过不同管道充分表达立场 美方也都充分掌握 希望丹安川席会它可议成它的议题 我想有它的优先顺序 但对我们来讲任何牵涉到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的利益跟台美关系 我们都会就在过去的时间 透过不同的管道定期的不定期的 把我们的立场做成为的表述 把我们的诉求做最充分的表达 我想美方都充分地掌握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署最近公布2017年 外国贸易障碍报告 特别点名台湾对美猪和美牛进口 设下的贸易障碍 敦促台湾基于科学和台美之间达成的协定 全面开放相关的肉品进口 对此高硕泰表示 美方不会挑战台湾把关食安的权利 台湾也会基于科学做风险评估 从来不会挑战我们来食品安全 把关的权利 但始终都强调希望基于科学的依据 那这也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那么我们希望在国内有关于 食品安全消费者的需求 那一些饮食习惯 当然基于科学的一个依据 那么在做完充分的风险评估 我们都会把这方面的资讯 转达回报 给我们在国会的朋友 也让美方清楚的了解 外界预料川习会双方都有念资在资的议题 尤其是北韩贸易和南海议题 还有让北京对华府相当感冒的一种议题 也是焦点 川习将如何过招 外界高度关注